好,这个岁木婴新春,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的同时 华联市公所也不忘要关怀长者 之前市长魏家宴带领社劳客的同仁 特别前往东区老人之家 赠送春节礼金以及龙年贺卡 提前预祝长者们新年快乐 华联市公所每年都会在农历春节、短午节、中秋节及重阳节等节日 市政应景的礼品或红包给在东区老人之家 接受公费安置设计华联市的长者 而在今年也不例外 日前由市长魏家宴带领社劳客同仁 特别前往探视东老的长者们 除了赠送春节礼金以及龙年贺卡外 也提前预祝长者们新年快乐 我们这边的长辈对于市长的来访都非常的期待 也感谢市长持续在重要的节庆 都带着外界的关怀来慰问 感受到暖暖的情意 长辈在这边的生活 我们都非常认真的照顾 也请各界能够放心 今天嘉宴也制证了小红包 给我们所有的长者 我们在这边设计的大概有52位 今天也一共发出了 我们大概3万1200元的红包 那给我们的老大人跟他们说一声新年快乐 那在这边要特别感谢主任 宋主任 在不管是软硬体 还有我们照顾我们的老大人 这方面真的要非常感谢他 市长维嘉宴也提醒长者们 最近天气变化多端 流感季节将至 早晚要多添加医务 随时注意身体情况 并多喝热水 多运动 保持健康 才是一辈子的福气 记者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